中国大陆各地两会相继召开 随着两会的召开 深圳两会常委会主任 以及其他代表提出 反对人大代表天天挑党政官员的毛病 媒体应该多做正面宣传 少报道腐败案件 两会官员的言论成为民众的笑柄 学者表示 中共媒体本来就是党的喉舌 不代表人民的心声 1月15日深圳地方两会召开 在两会上 深圳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玉浦反对人大代表天天挑党政官员的毛病 与此同时 另一个人大代表 钟克之在分组讨论中提议 媒体多些正面宣传 少报道腐败案 美国西东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杨立宇 对美国之音表示 他对于广东人大代表本质上 反对媒体揭露贪污 反对人大监督党政官员的言论 不感到震惊 他认为 这些不满民主监督的言论 都是为了迎合上层对于维稳的要求 为了十八大再爬一层楼 杨立宇还指出 中共一向是报喜不报忧 中共的媒体不是人民的心声 不是人民的喉舌 是党的喉舌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也不是人民的代表 而是党的代表 大陆维权人士孙先生向新唐人表示 政协代表不是人民选出来的 只是代表官员的利益 怎么能代表人民 他认为 中共官员的这些发言 从客观上反映了中国目前社会存在的问题很严峻 广州两会人大代表刘伟全提出 要立法让警察敢于向刁民开枪 广州维权人士林继强表示 中国百姓不是刁民 只是希望中共依法来治理这个国家 共产党统治了中国63年 到现在还是这样 我们的新闻自由 他们中国共产党是根本不会接受的 所以他有武力去对付这种 对政府鼓励的人 包括我在那 有网民把今年两会中共代表的这些发言 整理称十大雷人语录 发到网络上 并建议设立最雷人提案奖项 新台人记者唐瑞伯尼采访报导